声声不息嘉年华终于播出 节目和网季一样同样分为上下半场 首期主题梳理中华音乐脉络 从周旋年代开始 整场节目有三个舞台 非常有惊喜 开场谭维维和宋亚轩的《山河图》不输给原唱 宋亚轩的表现也摆脱了流量歌手的标签 《山河图》之前在《浪姐》的舞台呈现过 很多观众说书给了原唱 但是《浪姐》毕竟是唱跳舞台 并不是纯音乐舞台 这一次谭维维的大气磅礴的展示 和宋亚轩的小温柔搭载 让《山河图》的呈现大有超越原唱的味道 歌曲被改编成了摇滚家民族的风法 谭维维的民族加上宋亚轩的摇滚 让歌曲完全是焕然一新的味道 这首歌曲也非常适合作为节目的首发音乐 第二个舞台是周深的《跟着你到天边》 周深应该是本季节目的独唱首发 他是独唱中第一个出场的 给观众呈现了天籁般的音后 在第二段副歌部分 周深的真假音转换衔接非常连贯 他的气声是无可挑剔的 开场第一首歌曲 就调动了大家听歌的氛围 后面歌曲的感情层层递进 周深把歌曲情感演绎的收放自如 最后一句的每个字都拿捏得很准很稳 让这首歌曲开了好头 第三个最具惊喜的舞台 应该是郁可维和陈楚生的《相约1998》 因为这首歌曲是太经典的春晚代表作了 这首歌曲原唱是奈英和王菲 两位歌手在当年唱完这首歌曲后 就留下了无数的模仿舞台 但是模仿舞台终归是模仿 始终未曾超越原唱 这次在声声不息的舞台上 郁可维和陈楚生的《再速》 相约1998 别有一番未到 毛阿敏的亮相也是本季节目最大的亮点 宝岛记就因为缺少前辈歌手而被观众诟病 观众认为宝岛记应该有更多的前辈歌手作证 而宝岛记阵容却没能让太多观众满意 这次嘉年华的首发阵容请来了毛阿敏 虽然只有前面两期节目 第一个主题在 但是已经把开场阵容震住了 后续节目也会邀请其他重量级别飞行继续到场 还是有期待的 毛阿敏也是上半场的压轴嘉宾 就是为了让节目能够升华阵容 让观众在观感上知道 这一季有前辈有大咖 王心灵在第一期主题中有三首歌曲的舞台 应该是第一期主题出场率最高的歌手 第二期主题节目邀请了张碧晨 阿云嘎 黄霄云 汪峰作为飞行嘉宾 汪峰则是第二期主题的前辈代表 千呼万唤使出来 声声不息嘉年华终于开播了 而在正片开播之前 本季节目就凭借订当海报和仙导片口碑爆棚 继上半年宝岛记订当海报中经验的当归元素外 嘉年华记订当海报中的惊喜更多 比如树荫的形状是雄鸡 三个小孩分别代表香港 澳门和宝岛 比如餐桌上的八道菜象征着八大菜系 比如中华禅之文薄泰玉湖 表达了海外文物尽早回归的美好西记等 至于仙导片 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分钟 但基本让普通观众了解流行音乐的发展史 脉络清晰 百万文案在线 芒果在综艺和利益的结合上 再度拿出了标杆级的水准 12月2日开播的正片 12位常驻歌手和两位飞行歌手全员首唱 尽管没有激烈的竞技赛制 但编排 选曲 实力 剪辑全部在线 对得起海报和仙导片的造势 正片的一开始 就是谭维维和宋亚轩合唱的山河图 节目组专门到长城拍摄了《MV》 诚意满满 谭维维驾驭这首歌毫无压力 宋亚轩的实力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身为偶像的她 台风非常好 但可惜的是 宋亚轩面对的是谭维维 尽管确实能看出她尽力了 但还是被谭维维压得很厉害 山河图之后 全部歌手的初见面环节 再度给观众上演了一出出社交名场面 正如何炯说的那样 一边是前辈们的融洽 一边是后辈们的尴尬 毛阿敏 韩红 孙楠 和黄启山四位前辈聊得热火朝天 汪苏龙 周深 和宋亚轩三位后辈完全融不进去 只能尽可能找活干以逃离干大区 玉可维 谭维维 张奇等人 则努力尝试加入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 胡彦斌和王心灵这两位 真的堪称射牛 都是刚踏进那个客厅 距离大家还有好几米 就开始打招呼 随后又轻松自在地 和大部分人寒暄 令汪苏龙 周深 宋亚轩羡慕不已 成名艺人进演综艺兴起后 艺人们在节目中的初见面 总能诞生诸多名场面 也是忙过每年的浪姐 和批哥首播的重头戏 如今用在《嘉年华记》中依然好使 剪辑组早已经得心应手 一通夹杂着融洽和尴尬的初见面后 《嘉年华记》正式进入主题 主持人何炯 以中华音乐的发展史 串起了歌手们的演唱 周深演唱了 《跟着你到天边》 稳定发挥 得到了毛阿敏的栗赞 甚至说要向他学习 并身为后辈的周深 受宠若惊 而在之前的《时光一乐会二》中 彭薇前辈的田振和孙岳 同样每期节目都对周深赞不绝口 她的实力真的毋庸置疑 谭薇薇演唱了《英雄赞歌》 整个表演大气磅礴 她虽然不是国家队歌手 但却有着国家队的实力 和韩红一样 是《嘉年华》这一季 不能缺少的常驻歌手 胡彦斌和张琦合唱了《游击队歌》 加我们走在大路上 张琦的《摇滚小烟嗓》 很适合这类作品 反倒是胡彦斌不太适合 两人的合作 在首期节目中并没有那么震撼 本季节目的大姐大韩红演唱了《唱之山歌》 虽然已经五年没有唱现场了 但韩红依然饱刀不老 轻轻松松驾驭这样的高难度选曲和编曲 后续节目必定能带给观众更多惊喜 期待她能和谭薇薇合作 致敬春晚环节过后 四位歌手翻唱了那些年春晚舞台上的经典作品 陈楚生和郁可为合唱了《相约1998》 两位内地中生代细腻派唱法高手 《双剑合璧》 《大带绿》会是一首音乐平台上的出圈作品 汪苏龙演唱了《我的眼里只有你》 而重点是她担任了新版的制作人 编曲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 她真的很懂观众想听什么 苏亚轩的把耳朵叫醒 比她和谭薇薇合唱的山河图更好 个人音色和魅力表达得更足了 资历最浅的她并没有网友们吐槽得那么差 大多数人遇到韩红 孙楠 谭薇薇这样的歌手都会逊色的 王心灵唱了《快乐指南》 整个表演很难不让人想到《活力满满四个字》 完全看不出她已经41岁了 希望她能在嘉年华多唱大琴歌 她的Vocal是被低估的 之后 郁可为和陈楚生还分别唱了《恋恋风尘》 以及《一封家书》 节目组对这两位堪称自家人的歌手真的算很照顾了 值得一提的是 陈楚生在演唱《一封家书》时用情很深 唱最后一句时甚至能看到她抖动的手 这样用心地演唱也唱哭了后台观看的毛阿敏 而之前在初见面环节 毛阿敏不仅恭喜了陈楚生批歌三夺冠 而且还直言一直都很喜欢她 首期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影视Ost 唯一一位香港歌手古剧机演唱了《上海滩》 虽然她一直强调自己老了 但在舞台上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舞字开头的人 而且即便她参加过过是歌手 但如今依然是一位被低估的好歌手 孙楠再次唱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你快回来》 发挥依旧完美 还是熟悉的味道 王苏龙感叹 现场听更震撼 韩红直夸 他是老炮 首场录制结束当天 不少观众就感叹 孙楠是全场最佳 但或许是她唱了太多次《你快回来》的缘故 但幕中的某句评论很是精准 妈妈严选 不同凡响 最后 所有14位歌手与观众一起合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 依然是声声不息这个系列最圆满欢乐的环节 直接升华了首期节目的利益 总体来说 声声不息嘉年华没有让人失望 对得起殷宗 还得是芒果这句观众们的夸奖 首期节目的选曲可能不能令所有人满足 每个舞台的时长也不够 但相信后续节目会更精彩 毕竟首期节目需要上价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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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